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中国彻底打开了钱袋子 各路英杰式终于得到了发挥的平台 2001年后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中国各路被压抑许久的国家建设 如火山般喷涌而出 瓦联格号回国之路并不顺利 为了通过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 同土耳其人谈判了一年半 土耳其人先是要10亿美元保障金 后来中国拉希腊做宝 才省下这笔钱 最后同土耳其签订了旅游协议 在埃及时 由于埃及不愿开放苏伊士运河 最后绕了半个地球 原定60天的路程 走了627天 终于回到了中国 孙光苏终于可以上场了 据孙光苏回忆 瓦联格号回来后 当时设计师团队是进去了的 我进去的时候 那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都有 啤酒瓶 罐头瓶 里面全部破坏掉 看着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破的船壳子 但幸好 主机还在 陪同瓦联格 到达中国的还有三位乌克兰专家 这三人参与了建造这艘船 带来了大量图纸 这些图纸异常宝贵 是苏联专家26年制造航母的经验和心血 使中国制造航母技术突飞猛进 20年直接跳过了摸索阶段 但据中国航母总设计师朱英复回忆 中国申请联系设计师给予帮助 或者请外援都失败了 最后只得采用逆向测绘仿制方法来重建航母 2004年中国决定续建航母 孙光苏所在的设计所一片欢腾 在牺牲了15名同志 花费了8年时间之后 瓦联格号更名辽宁号 于2012年9月交付使用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累积 中国很快就有了自主生产航母的能力 2017年4月 在朱英复孙光苏等一代人的努力下 中国第一艘自主航母下水 航母研制是中国建船史上的伟大封碑 这时候的南仁东还在到处找建设电望远镜的地址 从1994年开始 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摇杆图 几乎踏遍了西南山区所有挖地 从挖地的地形地貌 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等多方面进行考量 花了11年的时间寻找 最终南仁东选择了贵州省平唐县 金科村大窝寒的喀斯特挖坑地 这个挖地刚好能成起纵横百米的FAST巨型反射面 这附近半径5公里之内没有一个乡镇 距平唐县城约85公里 距罗电县城约45公里 适合FAST需要的无线电环境 经过南仁东的不懈努力 2001年 FAST余研究作为中科院首批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立项 2011年3月FAST工程正式动工建设 到2016年9月25日 FAST建成启用 历时5年 FAST可以让中国人观测脉冲星 中性氢 黑洞等等这些宇宙形成时期的信息 可以观测来自1351光年之外的脉冲星信号 理论上可以接到137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 还将在例如宇宙大尺度物理学、物质深层次结构和规律等方向提供发现和突破的机遇 也将在日地环境研究、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FAST将在未来20-30年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 并将吸引国内外一流人才和前沿科研课题 成为国际天文学术交流中心 中国空军在2004年装备了歼10 歼10是中国18年的心血 比起当年要靠杀进三省汪星人换苏联飞机 歼10的出现是中国空军划时代的标志 歼10的主设计师是宋文聪 副手是杨伟 宋文聪与中国空军发展鞠躬至尾 曾从事歼8、歼7C、歼10的研制 1985年才22岁研究生刚毕业的杨伟 年轻气盛 直接冲进宋文聪办公室 要求做他助手 被宋文聪赶回去 在研究所里先从基础抓起 但宋文聪深爱奇才 曾劝阻他出国留下来一起搞监视 并将所知所学倾囊相授 一直当成接班人在培养 在2016年宋文聪病逝后 杨伟接过了宋文聪的遗志 称为歼20的主设计师 2017年歼20的出现 是中国成为美中俄三家 唯一能独立研发五代机的国家 是中国空军真正逐步强盛的开端 2004年 中国引进第一批 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 铁道部在谈判中造成假象 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 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 日本人 法国人 德国人和加拿大人竞标时 互相伤害 互相告知铁道部对方的缺点 价格越降越低 最后 只有西门子没有与中方达成共识 于是 日法家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 德国人没有分到任何订单 西门子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 三年后 铁道部招标购买 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 吃过亏的西门子上来就爆出 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 还便宜的价格 还承诺 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 出售全车制造技术 铁道部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 买了川崎的车 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通过这种 让竞争对手相互厮杀 自己隔岸关火的竞标方式 中国慢慢获得了高铁的核心技术 铁道部麾下的南车 北车等龙头企业 将世界各家高铁强国的技术 尽数吸收 融为一炉 以数年之功 就赶超了他们四五十年的发展历史 可以说铁道部发挥出的高超谈判技巧 为中国铁路在竞标中 赢得了极大的利益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 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 铁道部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 于是从2009年开始 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 超过了2003年之前15年的总和 铁道部更加拼命 在八年里一共疯狂修建了1.8万公里的铁路 其中客专7000公里 加入世贸后 中国经济的腾飞知识快得不可理喻 正是因为有了大量财富的增长 才会有一代代人才前赴后继 为中国各路建设发光发热 到2018年中国全年GDP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 美国为20.5万亿美元 中国体量是美国的63.4% 上次这样苦苦追赶美国的是日本 不过当1985年日本GDP体量达到美国32.7% 美国就开始狙击日本 和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 日本随后几年GDP高涨 跟日元升值有关系 已经不是实际GDP增长数据了 在美国的成功狙击下 日本失去了20年 其实已经快30年了 日本社会现在的宅文化 断舍离文化 都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基本面上的 美国曾经有三次好机会 狙击中国 上舱保佑都错过了 2001年 小布什总统上台后 就已经开始动手围堵中国 通过外交施压 国内立法 阻止以色列对华军售 并转让新技术 干涉乌克兰对华军售 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维持台海军力平衡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根本无力抵抗 天可连剑 911事件爆发 美国全力到中东打反恐战争 给了中国十年黄金发展期 中国一口气办完了奥运 GDP跑进4.6万亿美元 2008年 中国已经在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开始看到了重回世界第一的希望 美国当年爆发了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使美国遭到了重创 在危机面前 美联储通过不断降息向世界转嫁了危机 光2008年一年 美联储就从年初1月的3.5%利率 一口气降到年尾10月的1% 中国因此也受到了波折 尤其在房地产领域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2014年 中国当时正处于去产能 供给侧改革的脆弱阶段 如果当时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伤害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中国在这之后 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里 投资消费出口所占的比例出现巨大变化 中国再也不是外贸出口占大头 被人以为就死的经济盘 现在内需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增长点 但到了2018年 特朗普出面发动攻击时 中国的发展势头其实已经摁不下去了 中国与日本不同 我们是独立主权国家 这句话我讲过很多很多遍了 独立主权真的很重要 美国不能逼着我们签订广场协议 逼着我们人民币升值打击出口 只能硬碰硬打贸易战 但美国已经错过了遏制中国的黄金时期 中国在一批优秀英杰的带领下 开始有了歼20 有了航母 有了占世界三分之二里程的高铁 中国人不像南美人那样 单于安乐 时时刻刻活在危机感中 中国今天不够强大 但其实根本无法遏制 1983年 邱文敏带团出发匈牙利 学习加入官贸总协定的经验 如果他今天尚在人世 还能读到这篇文章 希望他还能回头看看 能望见的一定是中国30多年 磅礴恢弘的大国运 以及中国人民 努力勤勉 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 最后呢 让我们再回头看一看 前面那些人故事的伪章 邵淳已恢复其原有职务 按原职务办理退休 补发19年原职务工资 徐增平还待在香港 不过已经不允许被登上辽宁舰 南仁东于2017年去世 杨伟现为中科院院士 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 朱英富孙光苏 还在为下一批航母而努力 历史如同长河 滚滚 向东而去